主要是要產生這幾個按鈕 這邊的話總共有7個按鈕 那這7個按鈕的話呢 首先當然我們為了要輸出這個樂透彩 所以需要把這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總共有4個欄位 上面呢需要先把它做出公式來 那這個樂透彩這個按鈕按下去就自動把 這個 當然第一步驟他就把什麼公式丟到這邊來 然後再一直往下 所以你需要給一個回圈嘛 for i 等於第2列 到這個是第2列吧 第2列到他最下面一列 可能 號碼應該是1到42 所以應該是2到43 OK 2到43這個範圍裡面呢 他的每一列的儲存格位置裡面放那個公式 所以我講過如果 假如你希望如果可以丟公式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把它做成 做成名稱啦 那如果做成名稱的話 直接把公式貼上就可以了 所以理論上我們上個禮拜 第一個重點就是 先把這個公式做出來 那這個公式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裡面的話呢通通通用名稱 那這個名稱的話總共第1個 這個開獎101開獎101 那這個開獎101怎麼來的 實際上就是把101年前面這個範圍 怎麼樣 定義名稱還記得吧 第一步所以第一步你要先定義名稱 把這個哪一個 範圍呢 這個切過來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就是 D2到J2 當然理論上有習慣是選7個之後 Ctrl-Ship向下 這樣的話他整個選起來 或者你用滑鼠去選也可以啦 不過我比較不建議你用滑鼠去選 因為 將來如果資料量很多的時候 你可能會選非常的久 如果你Ctrl-Ship向下 他就全部一次OK 那你並且把這個範圍 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叫定義名稱 這個範圍名稱叫什麼呢 叫做開獎101 那因為我之前有把這個名稱給定義好了 所以這邊我開獎101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開獎102 那也就是說這兩個範圍就是我們 那個開獎的所有號碼都在這裡 那每一期啦 所以這個一期就7個號碼 每一期就7個號碼 所以 這個規則的話 這樂透查的規則 那我們只需要把公式 再做出來 利用Conif Conif的話主要是在那個範圍裡面找哪個號碼 所以第2個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我們是用號碼 而不是用A2 有沒有 本來我們是用A2啦 但是後來的話呢 我把A2改成用 號碼 來做 替換 為什麼呢 因為主要是如果你用號碼的話 那將來呢 你就 把它變成BBM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做那個 這個 這個變 變化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說你直接就輸入這個號碼 你就不用再去 修改那個對應的那個程式了 就是本來是A2的話 你A2的話 那2變成你要變成I了 那變成I就很麻煩 你還要去改那個 應該還記得吧 改I的動作 其實就是什麼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 在中間 再把它I放 就變成把I串在中間的意思啦 當然其實 自己寫是OK 但這問題如果說可以不寫 那一些複雜的東西的話 那當然 如果你不想寫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變成叫號碼 那當然呢 第二個就是如果你要定義 什麼 號碼 總共這邊有五個欄位 如果你要全部 把它 五個欄位變成五個名稱的話 上面是名稱 下面是範圍的話 那我講過你可以先把這個 A到E選起來 Ctrl-C 去的向下 那因為我選五個欄位 我要建立五個名稱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個 公式裡面 從選舉範圍建立 那裡面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你的名稱是不是在 頂端列 有沒有 底下就是範圍 所以呢如果你選這個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的話 他就會幫你建立 總共五個名稱 那五個名稱的話呢 號碼就是對應到下面的範圍 OK 那以後這個方法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 的欄數 非常多的時候 那你就一次就可以全部 建立好了 你就不需要像 以前的做法 這樣啦 你可能就是 先選 號碼下方的範圍 有沒有 然後再把 這個名稱打上去叫號碼 那變成你要做五次 可是如果你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的話 那其實就做一次就好了 OK 那你做完之後的話呢 剩下來就是把公式再做輸出就可以 所以這邊我做清除 清除應該還記得吧 一樣跑個回圈 回圈範圍的話呢 我先把這個先打開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我先把次再放大 工具選項撰取風格 改到14好了OK 那你會發現清楚的部分 程式呢 其實就寫 寫這樣就可以了 For i 等於 第2列到第43列 有沒有 然後呢把他的bcd1欄 全部清空 那其實只要指定哪一欄 有沒有 然後把他清空的話 後面就是寫給空 有沒有 空置串啦 就是沒有資料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輸出的話 那這些所有範圍的資料呢 就全部消失了 OK 那再來當然你如果有清除之後的話 上禮拜我們只要講到這裡 就是再把這個範圍的程式 複製到底下 那做什麼呢 就是把你剛剛的那個 總共有 5 總共有4個公式有沒有 直接再把他直接貼過來就好 這些貼的內容的話就是 跟清除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把清除 的程式碼貼過來 然後呢 只需要再把 這個上面的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之後取消 再貼到Visual Basic 裡面的 這個 後方就可以了 大家取消一下 貼到這個後面 等於是說你一個字都不用改 直接就貼過來就OK了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定義名稱的好處 就是說 直接 貼過來 那就不需要像之前 我們需要檢查兩個部分 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裡面有沒有雙 公式裡面有沒有雙 雙以號 因為如果你今天呢假如你是用所謂的定義名稱的話 那不會有雙以號 第二個的話呢因為裡面呢 比如說號碼本來是A2對不對 那因為呢你把它改成 用名稱來代替 它會自動抓到你這個範圍的 你相對應的那一列的資料 所以喔 你會發現他把A2就是直接把1帶過來 那就 等於是說你將來就不用再去把 2這個數字 改成I了 OK啊所以喔 也就是把這 4個公式 逐一貼過來 那就會是樂透彩 所以上個禮拜重點在這樣 要把它 清除 跟 輸出 這樣就OK了 那接下來後面喔我們好像 還有4個按鈕還沒講完 所以今天的話 把這個4個按鈕做完 那這4個按鈕喔 主要的第一個就是 格式化 什麼叫格式化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呢 就是說呢 我希望把 排名 我希望找出什麼 找出那個排名裡面 是機率最高的 因為機率最高當然相對他的排名最前面嘛 那當然呢 我希望找出前面7個 因為剛好如果今天假設我下課的時候 經過那個投注站 那我想要 去 簽個樂透彩之類的 現在好像不叫大樂透吧 號碼好像本來1到42號改成1到49號 其他都規則都一樣 那好像一個禮拜 開兩期吧 兩次好像是禮拜二到禮拜二跟禮拜五吧 好像是這樣 喔 那 如果說我的需求是希望 當這個 他的排名喔 假如是 什麼呢 呃 就是 1到7名的話 那 找其他我們用眼睛看啦 不過特別注意喔 以後工作千萬不用眼睛看 因為 資料如果多的話 小資 小量資料你還可以這樣 7 然後你常用裡面有個油漆桶 倒個顏色的 然後再往下找 有沒有小1等於7的 這個 把20 假設我的需求是這樣 12號 21號 然後往下找 第5名 那在27號 以前可能你的習慣是這樣 如果你是這樣找資料的話 當然呢 最後結果一樣可以找得出來 只是說呢這樣的方式 實在是太沒有效率了 而且喔如果你資料一多的時候 當然你會發現 你要做非常久 而且喔如果資料量更大的話 哇那你的眼睛一定是沒辦法負荷得了 對不對喔 而且 像這個資料還好 才總共42個號碼啦 應該還OK 但如果說你今天喔不是42啦 420個 甚至4200 甚至 4萬啊 甚至未來大數據的話呢 大概資料量絕對是萬幾十萬 上百萬比的話 那我覺得你這怎麼找得出來 尤其像現在金融業喔 推在數位金融 數位金融的話就所有的數據 通通把它電腦化了 那這麼大量龐大的資料 說真的如果你今天是 一個金融從業人員的話 像股市好了 這麼多檔 幾千檔股票好了 說真的你怎麼從中找出 將來 這個體質比較好的 你可以投資的標的 喔那當然喔 像分析師每天喔 如果用這種土法量來做 一天能做多少事情 所以喔現在數位金融喔 就是代表什麼 所有東西喔 基本上 都要用 程式來完成 OK 所以喔 這些東西方法很重要 那我們的需求是希望怎麼樣 希望我如果不要土法煉鋼 我希望喔 可以快速的把這些事情做完 像我這邊按個按鈕 剛剛的事情就全部完成了 那我再按一個按鈕 剛剛的事情呢 就全部清空了 有沒有那當然好處就是如果我 假設這個資料變更了 我馬上要找出我要的資料 我馬上一按喔 馬上看出來了 有沒有 馬上知道幾號幾號 對 這個部分的話當然有助於將來做決策啦 比如說你一個大量資料裡面到底找出 你覺得對你有幫助的 這個資料在哪裡的話 那這個方法是很必要的 不然的話你用眼睛看的話 真的太辛苦了 可是問題這個對應的程式 該怎麼寫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複習一下 那待會的話我們再接著來看 總共會有 4個按鈕 那大概基本上就我剛剛講的格式化 然後格式化清除 另外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格式化其實也蠻方便的 可是有個缺點 就是你變成要捲動 往下看才能找得到 那如果說你今天啊 你給老闆 老闆說 我早出來了 老闆說你為什麼不幫我列個表就好了 自動幫我把它列在這個 旁邊欄位比較好了 所以他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改一下 幫我把格式化的這個顏色的部分 幫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複製過來 把12號複製到這裡 把21號複製到這裡 那怎麼把它複製過來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按鈕叫前七名 就是直接把它複製前七名到 F2 F2應該到F8吧 按一下 有沒有前七名就幫我列出來了 那有個另外一個 前七名清除 幫我列出來 這樣比較就清楚了嘛 所以啊如果你知道這前七名的號碼 那你 下課的時候經過投注站 那你就可以知道簽哪一些號 那我只是比喻喔 你不要真的下課的時候真的跑去投注站 去買 會不會是下一期 開獎的號碼 不是重點 OK不要搞錯焦點 因為我 這個上個禮拜就接到一個 網路上的來信 這個網路的學習者 他看到我有上這個東西 然後就寫信 請我教他什麼 請我教他怎麼樣去計算 下一期會開出的 號碼是哪個號碼 他主要是研究 名牌的 OK 所以 他有點搞錯重點了 我跟他講說 其實我重點 並不是教你算 我只是上課的範例 是將要講到這裡 我對這東西 沒有 太多了解 OK 不要搞錯重點了 甚至還有一次 我發現更誇張是說 我下課的時候 在別的地方上課 甚至還有一個人 就是在門口等我 他說 老師你可以幫我 幫我們做一件 因為我們是 那個什麼 博弈網站的 他說他是老闆 博弈的網站老闆 他說 他需要 他需要有人幫 幫他去設計 有關博弈相關網站的程式 然後 能夠去控制那個 中獎的 就是說那個 機率之類的 我就嚇一跳 我說 你不要找我好了 當然我不能直接講啊 因為我怕他背後是不是什麼黑道還之類的 對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其實我只是 教人家的 電腦程式部分 我並不是教那個博弈那個部分的 所以不要搞錯重點 OK因為YouTube上面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到影片 所以我覺得可能大家看了之後發 而且有時候大家會習慣去Google 或者是YouTube搜尋一下影片 就剛好搜尋到我的東西 就以為我是在做這方面的那個 這個 專業 所以 我覺得可能重點搞錯了 那 當然了以後如果你們對於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去發揮 我只是給一個方向 因為如果你有這個方面的專長 你就有辦法往某個方面產業去發揮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方面專長的話 你可能連進去的機會都沒有 其實說真的那個博弈業 我有個學生去博弈 他說開的那個薪水真的是超級高的 給的薪水是可能你能想像的很高再更高 至少是六位數字起跳一個月 至少是一個月薪資 而且不是說一開頭的 他說二開頭的 他就很考慮說到底要不要去 不過他說這當然有風險 為什麼因為 這種博弈 其實也 會在那種 合法跟非法中間會有個灰色地帶 所以到時候如果說不曉得 假設如果因為做了一些非法事情然後剛好被抓到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會有牢獄之災 所以當然也 要是我啦 我自己是絕對 不牽涉這個 哪怕給我再多錢 我覺得寧可 能夠避免就避免 不然的話說真的 賺再多錢 我覺得 我覺得也不划算 我覺得寧可生活簡單一點倒是比較OK一點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上個禮拜的部分先打開 畫面我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主要重點就是把樂透財 這個地方 的六個按鈕把它做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城市部分的話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你就照著 至少啦 你實在是不知道怎麼辦 你就照著打也OK 只是說盡量去用理解的 因為如果你用死倍的話 將來你即便想要變化 你也不知道怎麼變化 我是覺得這東西基本上 是有一定的對於你將來 工作上面有一定效率提升的幫助 當然如果沒有人希望說做事情效率非常緩慢 就跟那個時期時代的人做事情一樣 但沒有人想要過這種很 很慢 而且說呢 你到了 這個 將來工作好了 老闆當然也不能允許 老闆請你付你這個薪水 是希望能夠幫他快速的解決問題 所以你的薪水應該是跟你能夠 這個 解決問題的效率我覺得應該有可能是成一個正比的關係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希望老闆 給你很高的薪水 你就要想辦法幫他 快速的處理所有的問題 他其實願意多花一些錢 付你這個 因為他覺得你這個員工是值得的 但如果相反的話 如果你做事情 一整天做下來可能做不了什麼東西 當然他會覺得說 我即便用最低薪資請你都覺得很 很浪費錢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要從老闆的 這個角度去看 因為老闆本身 他如果自己本身賺不到錢的話 他當然付出你給你的薪水 所以這個是相對應的關係 當然要怎麼樣 可以幫老闆把事情處理又快又好又正確 其實就是你的價值 我覺得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專業技能 自然而然 如果老闆真的還不幫你加薪的話 那真的是壞老闆 對不對 但如果說你本身就沒有 很有 所以有時候我在看 有人PO一些抱怨文的時候 我就看說到底你會什麼 對不對 你如果什麼都會了 真的 然後你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最後老闆卻不幫你加薪 那真的那個老闆是壞老闆 但問題是 如果你 畢業的科系 又是不是說很熱門的 或者說不是很 專業的 還有你自己也沒有相關證照 然後你沒有相關經驗 然後你 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但是你卻要求很高的薪水 我覺得應該 這個有點 太 太over了啦 OK 有沒有 所以其實當然如果平心而論 但我是比較屬於那種 踏實的啦 我覺得反正 我該拿多少薪水 如果老闆給我太多薪水 我反而覺得有點心虛 為什麼給我這麼多錢 但有點 但有時候有 給我這麼多錢 我覺得不拿白不拿吧 對不對 就像說我 我最近去那個 像企業上課 像那個 某家 壽險公司 我家壽險公司 非常的有錢 他給我的薪資 一天七個小時上課 價碼就已經 大概接近 就是一般你們新鮮人 去 外面上班一個月的薪水 OK 我想說 雖然說他要求的是很龜毛 因為要求蠻多的 但是想一想 好嗎 給你龜毛一下好了 既然你都給我 開這樣的 這個薪資給我 這個終點費用給我了 那我想說 那我不拿就白不拿嘛 而且他又指定就一定要找我 那當然 熱死不 這樣就 對 只是說真的還是會有點壓力 因為他們要的實在是真的是 蠻 全面的 而且要 蠻細的 而且他每一次課前 課後都會做很多的問卷 然後最後還要做一些評量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 至少是值得的 OK 所以 當然 你要去想 當然為什麼 他一定也 其實像一些公司 他絕對不是吃素的 他們一定要的 是超過 他們覺得 這個 他付出的費用 他一定想要更多 OK 所以這當然 如果因為在學校比較不用去考慮這些 因為學校反正念書 然後你 你就這樣很單純的環境 但 總有一天會畢業 OK 如果預先準備的話 對未來一定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畢竟有些同學可能 不見得每個同學家裡環境都非常優渥 OK 可能有些同學念書應該是用什麼 就學貸款之類的 那你貸款你總要還吧 對不對 而且還蠻多的 你們這樣算下來 畢業的時候其實有的人負債就百萬 對不對 有沒有 應該差不多吧 那你怎麼樣可以 可以賺一百萬 一百萬要賺多久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